树妹换了我的命格 可她不知道 我是终生无福命 她才是大富大贵命 她如愿成为太子妃 想无上尊荣 才在我的头上作威作福 我被指给穷书生为妻 后来太子倒台 她被下了诏狱 日日受鞭打之行 而书生官至首府 我成了尊贵的首府夫人 我出生那年 有个老道给我批命 她说我是终生无福 死劫难逃的命格 我娘下白了一张脸 只问她有没有破解之法 老道摇了摇头道 无解 为了不连累家里人 我爹想法子 把我送到了庙里 我娘哭红了眼 可在家族利益面前 血脉清源算不得什么 为了堵众人之口 我爹提前编好了说辞 他说我命格尊贵 家里压不住 得在菩萨跟前长大 为了让这个说法更加真实 他还联合那老道演了一出戏 老道本就说过我娘恩惠 竟也主动配合了她 慢慢的 一些世家大族开始上门 想和我提前定下婚约 我爹见有利可图 稍微一琢磨 找了几个人 把我的命格添油加醋 散布了出去 于是 本是天生扫把星的我 摇身一变 成了天生福星 消息愈传愈烈 传到了皇上的耳中 很快 宫里便来人 定下了我和太子的婚约 我在寺庙里待了15年 照顾我的乳娘知道事情 但她对我依旧掏心掏肺 她说 不是我没有福气 是江家没有福气留下我 她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儿子 可她被夫家赶了出来 和那孩子已经很多年未曾见过了 我爹每年都会来寺庙 对外宣称是来看我 实则只是来转一圈 我知道 她害怕我把梅运传给了她 直到我8岁那年 这次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带了个小姑娘 那是时隔8年 她第一次朝着我露出和善的笑容 她朝着我招了招手 云书 过来 这是你妹妹云和 我走过去 上下打量着江云和 我弟儿女众多 她从未对哪个孩子如此上心 江云和是个例外 我不相信她是父爱觉醒 她朝我甜甜地笑了笑 乖巧地喊我姐姐 我心里一软 拉住了她的小手 我在寺庙里没有玩伴 那些和尚每日最心于佛法 并不搭理我 乳娘对我好 但她是个好长辈 算不上好玩伴 江云和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我带她在寺庙里转悠 她在我面前笑得很开心 可回到我爹面前 她突然哭出了声 她说我欺负她 我就知道 能让我爹上心 总得有些手段才行 只是没想到 她年纪这么小 心机便如此深沉 我爹自然不会听 我这个扫把心的话 她抱起她 拂袖离开 她搂着我爹的脖子 朝我挑衅地笑了笑 我十五岁这年 寺庙的住持 红衣园记了 住持生前 累积了许多功德 她生死之后 皇上特地派了 太子魏晶级前来 我爹也来了 往日里威风凛凛的她 在魏晶级面前 像只哈巴狗 滴眉顺眼 魏晶级知道和我的婚约 她的另一个目的是见我 他们寻不见我 便问了乳娘 我出门前 特地告诉了乳娘 我今日会去后山的 大柳树下看书 乳娘如实告诉了 他们我的下落 魏晶级来时 我光脚窝在花丛中看书 听到声音 我急忙起身 扶着树干往前看 她见到我 眼中闪过一道惊艳 正愣在原地 我趁着她愣神的功夫 像只小鹿般 飞快地逃了 她在后面追我 可后山的地形 我远比她熟悉得多 她被我甩在身后 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我缓缓勾起了嘴角 听说魏晶级找了我一下午 直到晚间 我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虽然在寺庙中长大 但该有的礼仪规矩 乳娘全都教过我 因此 当我像世家闺女那样 款款走到人前时 我看到魏晶级的眼中 快速闪过一丝失望 我爹假心假意地 关心了我几句 就迫不及待地 让我带魏晶级去寺庙中转转 单独相处 魏晶级没反对 我自然也是乐意 可她对我的态度冷淡 我假装不知 轻轻地拽了拽她的衣袖 五尖的事 你能别告诉我爹和乳娘吗 她这才分给我一个 欣慰的眼神 为何 我撅起嘴巴 四见外男 容貌不整 若是被知道 乳娘又该打我手心了 她这才笑了笑 对我的兴趣又提了起来 我心中激动 鱼儿上了钩 表面上却洋装天真 她说什么 我便瞪着大眼睛 崇拜地看着她 直至分别前 她问我 红衣住持元季 你不伤心 我疑惑地看着她 为何要伤心 住持是有大功德的人 她是要语化成仙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 她挑了挑眉 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意外 你如何知道 住持要语化成仙 我狡黠一笑 你且看着 明日住持火葬后 定会留下设例子 我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好啦 魏晶级 我要回去睡觉了 我说完 拎着裙子一路小跑 到了转角处 我又忽然回过头 假装羞涩 听说你是我未婚夫 那我叫你魏晶级 你可不许治我的罪 我没有错过 她眼中那宠溺的笑容 而她 自然也没看见 我眼中的算计 天生恶命又如何 我将云书片要逆天改命 红衣住持被火化后 果然出现了一颗涉栗子 魏晶级将此时告诉了我爹 我爹立刻就顺着话道 云书天生复兴 定是红衣住持 给她拖了梦 我在心里也冷笑了一声 红衣确实给我拖了梦 可惜是来找我所命的 她见我出落的愈发美艳动人 便总是借着各种理由 对我动手动脚 我经过调查 才发现她这人道貌岸然 表面上是慈悲为怀的大法师 实际上不知道 染指了多少无辜少女 我虽未曾让她占到便宜 可想起她便觉得恶心的要命 于是我趁着她睡着 偷偷用一根极细的银针 插进了她的心脏 就连武作也难以发现 她悄无声息地死在了睡梦中 她死后 我将一颗射粒子塞进了她的胃里 我人为言轻 只能这样替那些少女报了仇 待我得到滔天的权势 定要揭开她的真面目 让人热日咒骂 她想成仙成佛 我偏偏要让她下十八层地狱 所以 我必须利用魏晶级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魏晶级要走了 她打算带上我一起 云书的吉吉礼快到了 她对我爹说 我爹自然是不愿我回去的 毕竟那老道的话 她可不敢忘 可还未等她开口拒绝 魏晶级接着到 等她吉吉后 姑便会娶她为太子妃 果然 我爹在听到太子妃三个字后默认了 在皇家荣耀面前 铤而走险 倒也算不上什么 我猜 她是这样想的 如娘没和我一起 她说 她想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我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银子 让她回家 回京的路好走 上一次我从这条路上经过时 尚在强宝 如今 我又回来了 江府的天 该变了 行之一半时 魏晶级才发现我的异常 我不会骑马 我的大腿两侧被磨出了血 整个人也像是要散架了一般 拖累了整个队伍的进程 她见到我衣裙上的血迹 才发现这个事情 于是 整个队伍都被她喊停来等我 她站在我的面前 皱着眉让我下马 我咬着下唇 固执地不肯下来 她发了火 江云书 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 我仍旧低着头 不肯说话 她冷吃一声 既然如此 那就接着走 队伍再次行进 她故意加快了步伐 我只能夹着马肚子 快速跟上 身上的伤痛愈发明显 晚上停下时 我整个人像是 刚从水中捞出来一般 汗流加倍 脸色惨白 她不许任何人来照顾我 我知道 她在等我低头 可驯服一匹狼 比的就是耐心 第二天 依旧如此 直到我从马上晕倒 她一脸焦急地抱起我 喊了御医 等我醒后 她虽然仍旧不主动搭理我 但却霸道地将我抱在怀里 和她同骑一马 我被她捐在怀里 悄悄地勾了勾她的掌心 她横眉冷眼 我委屈到 魏晶级 你生气了 魏曾 你明明就生气了 云书 孤向来不喜任性的女子 我垂着脑袋没有说话 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落在她的手背上 她像是被烫着了一般 收回了手 我闷着声音说 寺庙中不曾有马 我自小长大 这是第一次骑马 我只是 不想拖累大家 更不想 被你看扁 她叹了口气 将我抱得更紧了些 云书 孤只是在心疼你 罢了 你年纪小 不懂这些 孤以后不这样了 好吗 我偏头 呼吸与她交缠 又故意露出纯洁的眼神 你说的 不许食言 魏晶级就这样抱着我进了京城 江府门口 江云和早早地等在门口 她见到魏晶级 像枝花蝴蝶 一路小跑过来 仰头看向她 太子哥哥 你回来了 我适时从她的大厂中露出脑袋 然后转过头 懵懂地看向她 魏晶级 她是谁啊 江云和面如白纸 在听到魏晶级嘴里的妹妹两字时 整张脸更是白的吓人 她颤着声音 像是要哭出来一样 她 她是谁 我往后靠了靠 整个人都窝在魏晶级的怀里 语气中带着少女的羞涩 和对心上人的崇拜 我是她的未婚妻 彼时的江云和 远不是我的对手 就连演技也烂得要命 她眼中是明晃晃的险恶 我慌张无措地 看向魏晶级 你 你妹妹好像不太喜欢我 她拍了拍我的背 轻笑着安慰我 她不是姑的妹妹 那是你妹妹江云和 你不曾在家中待过 不知道也是自然 说完她又看向她 语气冷淡 云淑是姑未来的太子妃 言外之意就是 谁都别想欺负我 她会给我撑腰 她扯起一抹和善的笑 我 我只是一时情急 姐姐 既然已到了家 怎能一直劳烦太子哥哥 我扶你下马吧 她迫不及待地伸出手 只是我的手还未伸出去 魏晶级便利落地翻身下马 一把将我抱了下来 你的伤还未完全好 晚些时候 姑让宫里给你送一瓶药膏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笑了起来 魏晶级 你真好 她被我直白的话语弄得一愣 脸上迅速飞上一片飞红 下次在旁人面前 莫要说这种话 她似有所指 我假装不知 妹妹不会说出去的 对吧 我期待地看向江云和 她艰难地点了点头 而魏晶级也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我的归来 分走了江云和大半的宠爱 她虽是庶女 可长相甜美 嘴巴又甜 哄得我那个生性凉薄的爹 对她宠爱万分 就连生下我的娘亲 也对她疼爱有加 可如今我回来 往日的嘘寒问暖 全部都给了我 山珍海味 绫罗绸缎 金银珠宝 像是不要钱般往我的房里送 就连那个向来不喜欢我的爹 也笑意隐隐 我娘拉着我的手 说着踢几话 本该是焦点的江云和 只能站在角落 红着眼睛看着这一切 度火中烧 她越生气 我越高兴 连带着那笑容 也多了几分真心 她气不过 拉着丫鬟悄悄离开 看戏的人已经走了 我也没了继续演下去的心思 说了声累了 便下去休息了 到门口时 我的余光 瞥见我娘正在用力擦拭 刚刚牵我的那只手 我在心中冷笑一声 既无伤心也无生气 在寺庙中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我对她的感情早已消耗殆尽 这次回来 她们对我好 也不过是因为我未来太子妃的身份 看啊 这就是光鲜亮丽的大家族 实则 早已是一滩发臭的烂泥 照顾我的丫鬟 她们跟在我身后一条一条嘱咐着我 夫人喜静 平日里无事便不要去打扰她 老爷平日里应酬多 在府中的时间不多 云和小姐每日有时会在花园中赏婚花 你要是想去花园 最好避开这段时间 我听到耳朵起了茧子 忙回房里躲了起来 这一躲就到了黄昏时分 直到魏晶吉来给我送药膏 她独自前来 没带任何人 她来时 我正奄奄地趴在桌上看天 她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我才注意到她 我提起裙摆飞速跑出去 言语间满是欣喜 魏晶吉 你怎么来了 她走进来 打量着院内 眼中一出几分满意 小是小了点 但挺别致 她边说边张开掌心 小小的白色药瓶 安静地躺在她的手掌中 我接了过来 瓶子上还带着她的余温 她摸了摸我的头 刚刚见你趴在桌上 兴致不高 我点了点头 有些无聊 春红姐姐说我刚回府中 让我不要乱走 春红 她是娘亲给我准备的丫鬟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答道 她点了点头 她说得在里 我压了一声 样样地垂下脑袋 她轻笑一声 孤待着你 便不算乱走 她带着我来到了花园 到门口时 我拽住了她的衣袖 有些不安道 春红姐姐说 妹妹每日这个时辰 在花园中赏花 旁人不得打扰 她皱了皱眉 无碍 有孤在呢 有她的这句话 我便放下了心 拽着她的衣袖 飞快地跑了进来 园子内百花争艳 蝴蝶纷飞 我故意跑到花园中央 发出很大的声响 惊奇满天蝴蝶 魏晶吉则是站在一边 目光始终追随着我 嘴角擒着一抹笑 江云和不复所望 很快就来到了我们面前 她的丫鬟替她出头 小姐 这些都是您辛辛苦苦种的花 大小姐都给踩蛇了 她咬着下唇 表情委屈 却又故作大方 没关系 姐姐也是无心之举 可这花真贵 您费了好大劲才养活 小兰 她看向我和魏晶吉 小兰不懂事 我替她给姐姐和太子哥哥赔不试 美人在霞光下 仿若镀上了一层神光 魏晶吉眼中显然多了几分柔情 只是还未等她说话 我便先开口 对不起 我 我只是见到这样好看的花 太高兴了 我低下头 声音闷闷的 寺庙中没有这样的花 她眼中的柔情消失 云和 你的丫鬟多嘴了 长嘴时下 这下 就连江云和也没想到 小兰自小同我一起长大 太子哥哥 她的话没说完 魏晶吉冷眼看着她 后面那些求情的话 被她咽了回去 魏晶吉有事先离开了 离开前 她往我的掌心 塞了一个令牌 你不是想学骑马吗 这是孤的马场 有令牌在 无人会拦你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 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 江云和急忙扶起 眼泪汪汪的小兰 她恶狠狠地看着我 江云叔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笑起来 怎么 不装了 看着你的太子哥哥 对我嘘寒问暖 有何感受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 你是故意的 那又如何 演戏这一招 我还是向你学的 我说的 正是当年 她在寺庙中诬陷我的事 你得意是吗 你以为太子哥哥 是真心娶你的吗 你只不过 占了个好命格罢了 我同意地点了点头 所以呢 江云和 不妨告诉你 只要我的命格一日不变 我便是 魏晶吉名正言顺的太子妃 日后说不定便是皇后 而你 永远要被我踩在脚下 除非 她紧紧地盯着我 咬紧牙关 除非什么 除非你能跟我换命 她的眼中闪过一道 若有所思的光 我假装没看见 又笑起来 我的好妹妹 与其想着换命这种 匪夷所思的事情 倒不如重新投胎 说不定你也能得个 天生复兴的命格 我说完这一番话 没有再管她的反应 转身往回走 走了很远之后 我听到花园中传了一声 气急败坏的尖叫声 我好心情地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生气吧 越生气 我的计划才越好完成 江云和安静了一段时间 我倒是知道 她这段时间 背地里找了不少倒是高僧 只是都是些江湖骗子 距离我的吉记里时间越近 她越烦躁 听春红说 她房里光是花瓶 都打碎了十几个 春红说这话时 脸上还挂着笑 她壮丝不经意地道 这世上哪有换命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过是您随口一说 二小姐竟也当了阵 我微微醋眉 有些忧愁道 我本来也是随口一说 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这世上既然有人能批命 自然也有高人懂换命 我一把抓住春红的手 抬起头看向她 万一她真的找到了呢 我收回手 低下头喃喃自语 都怪我得意忘形 竟提醒了她 要是被找到了 不行 我得抢在她前头 找到能换命的人 春红 你会帮我的对吗 我突然抬起头 她正愣在原地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大小姐您放心 春红一定会帮您的 我长舒一口气 笑了起来 带我成了太子妃 并会帮你寻一门好人家 让你下半辈子吃喝不愁 她朝着我感激地笑了笑 我接着嘱咐她 当年给我批命的老道 我曾听父亲提起过 似乎是叫无道子 你悄悄找人去寻她 需要什么 只管跟我开口 她硬了是 退了下去 我自然也没有错过 她眼中的欣喜 自打我回府 我就知道春红是江云和的人 这些话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她可一定要一五一十地 转告给江云和才行 饭已经喂到了江云和的嘴边 希望她可不要让我失望 早点找到无道子才好 只是我没想到 江云和没找到无道子 她倒是主动找到了我 我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她 她仍旧像八年前那副讨厌的模样 道貌黯然 我七岁时 无道子去寺庙中见了我 那时 汝娘下了山采买 我一个人在寺庙中 寺庙里的和尚 惯会捧高踩低 见风使舵 他们见我不得家人喜欢 年纪又小 总以欺负我为乐 汝娘走之前 留给我的糕点 被他们抢了过去 我不服输地去抢 摔得灰头土脸 他们哈哈大笑 像是在看笑话 我饿着肚子 一个人坐在寺庙门口 望着山下的路 盼望乳娘早点回来 无道子 就是那时出现的 她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递给我一块饼 我边吃边听她说话 她说对我有愧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她就是当年给我拼命的老道 我把饼砸在她脸上 拼命地网出兔 原来就是你 害我不能回家 害我天天被人欺负 我恨死你了 她云淡风轻地向我解释 你命格如此 留下便是祸患 古人云 或西服之所以 服西祸之所服 你凭什么说我是祸患 我冷冷地看着她 两只手钻得很紧很紧 转身进了寺庙 我未曾想过 八年后 我们会以这种形式再次见面 她坐在我的正对面 未等我开口 她便从怀里 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这里面是换命的法子 我惊讶地看着她 不知道她意欲何为 她笑了笑 你说得对 祸福相依 你本是天煞孤星 却因差阳错 被世人误以为天生福星 成了尊贵无比的未来太子妃 可或换未消 你会给这个王朝带来灾祸 我讽刺地笑了起来 所以 你这是让我换命 免得给百姓带来灾祸 她点了点头 我又道 那你可曾想过 被我换了命的人 又该如何 她道貌黯然地说道 个人安危与天下相比 不知一提 我不打算戳穿她 毕竟她与我还有用处 我点了点头 装作赞同 未曾想到长如此心系天下 只是我要跟谁换才好 你的树妹江云和 乃是大富大贵的命格 这倒是意外之喜 本以为江云和只是普通命格 没想到竟让我捡了便宜 我父亲母亲 可知此事 她点了点头 难怪我爹娘对她宠爱有加 只是不知道 若是他们知道 江云和和我换了命格 会有什么表现 回府之后 我立刻就将春红叫了进来 并当着她的面拿出了那本幻命书 她眼中快速闪过一丝欣喜 呼吸间也多了几分急促 大小节 这是从哪里来的 我咬着下唇 是吴道子给我的 她说我命格富贵 日后母仪天下 难免被会有心之人惦记 这幻命的法子 只有她一人知道 如今她把书给了我 让我自行销毁 那您要如何做 我低下头假装思考 吴道子说的对 这本书留不得 你先下去 她愣了愣 脸上的笑容也险些绷不住 却依旧走了出去 关上门 我立刻将书本 藏在了床板之间的夹层中 我知道 春红一定看到了 吉吉礼如鸢而至 因为我的身份缘故 此次吉吉礼办得很是盛大 京城中的贵人们 大概都想一堵福星的风采 就连平时看不上我爹的官员 也提着礼品前来 我站在我爹和我娘中央 面若桃花 发间的金钗珠翠 价值连城 身上的一群流光溢彩 我娘满意地看着我 大概是想到了 自己年轻时的风采 眼中竟多了几分真情实意 云书 你和娘年轻时长得真相 我爹在我耳边看似关心 实则警告 今日来的都是达官显贵 你不要轻举妄动 惹了人家笑话 乖乖跟在你娘身后 我乖巧地硬了好 她眼中才多了几分满意 春红一直不曾露面 我想她这个时候 应该是已经偷到了那本书吧 我想的入神 没注意到魏晶吉站到了我面前 彼时一事已结束 宴会过半 我爹用眼神示意 我和魏晶吉单独相处 这倒也正合我意 于是我带着她到了花园中 我自然也注意到了 偷偷跟在我们身后的江云河 月光下 魏晶吉和我面对面站着 她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痴迷 一只手轻轻地附在我的脸颊上 云书 你好美 我红着脸偏过头 然后轻轻地扯了扯她的食指 魏晶吉 怎么了 你能早点来娶我吗 我想和你早点在一起 她的轻笑声从头顶传来 我的脸直发烫 见她半晌没有回应 以为她是不愿意 随即趁怒道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也不是狠 我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拥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愿意 我愿意 不远处的假山后面 一抹裙摆快速闪过 我知道 江云和要动手了 只是我没想到会那么快 吉吉礼后的第三天 春红说要带着到外面转一转 我不已有她 可刚出门没多久 就被迷晕了 等我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一间屋子里 屋外江云和的声音传来 今日便是月圆之夜 若是失败 就得等下个月了 给太子哥哥的口信送到了吗 春红硬了是 江云和声音的声音极度愉悦 我倒要看看 太子哥哥知道 我和他换了命 可还会娶他 去准备吧 我倒是没想到 江云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正好省了我的事 我继续假装晕倒 天色渐暗 江云和的人将我抬了出去 放在一张桌上 桌面上用暗红色的东西 画了诡异的符文 周围布满了蜡烛 还有淡淡的血腥味 黄浮燃烧的味道 另一张桌上 也画着同样的东西 我的手腕上 被绑了一根细细的红绳 和江云和连在一起 他在另一张桌子上躺了下来 一个倒是走了出来 在我们两个之间站定 嘴里念念有词 一股灼热感 直通天灵盖 剧烈的疼痛袭来 我强忍着疼痛 没有出声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 正在从我的血肉中慢慢剥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整个人像是从水里被捞出来一样 浑身都湿透了 道长轻轻地说了声好了 小院的大门也随之被打开 魏晶吉来了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 将我扶了起来 解开了我身上的绳索 江云和 你在干什么 可她并未害怕 反倒是笑了起来 我在 换命了 魏晶吉在听到这话时一愣 什么意思 她双手撑了桌面坐了起来 太子哥哥 我换了姐姐的命格 如今我才是天生复兴 我试试醒了过来 面色大变 我不是把幻命书藏了起来吗 魏晶吉听到我的话 哪里还不知 江云和所说的都是真的 江云和冲到了她的面前 神色癫狂道 太子哥哥 云和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如今命格尊贵 娶了我 你便什么都有了 你不想要吗 闭嘴 魏晶吉阻止了她接下来的话 但却没有推开她 我面色慌乱 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魏晶吉 你说了要娶我的 我紧紧地拽着她的衣服 你怎么能食言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 而是轻声道 云书 我让人送你回去 几乎是瞬间 我就知道了她的选择 难过吗 倒也不多 这样的结果 我早已在心里想到了千遍万遍 但仍抱有侥幸心理 玉树临风的翩翩公子 哪里不会动心呢 好在还未陷得深 抽离得倒也快 我恨你 我一把推开她 朝着门外跑去 她似乎想上来追我 但却被将云和绊住了脚步 酝酿了许久的大雨终于落下 我是第二天晚间才醒过来的 就我的热书生 她说我晕倒在路边 便将我送到了医馆 我向她道了谢 又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回到孟九安 我点了点头 正要下床离开 门外传来一阵声响 魏晶吉和江云和带着士兵 包围了医馆 姐姐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江云和洋装高兴 但在看到我身边的孟九安时 惊恐地捂住了嘴巴 姐姐 你 你夜不归宿 便是跟这个书生在一起 她跺了跺脚 看向魏晶吉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 伤风败俗的事情 她的演技 这段时间倒是大有长进 我看向魏晶吉 轻声问她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她没说话 但我哪里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不能主动和我退婚 便只能毁了我的名声 我苦笑着看向她 满眼悲伤与绝望 既然如此 那便如太子所愿 我看向孟九安 抱歉 是我牵连了你 她摇了摇头 魏晶吉大步走到我面前 捏起我的下巴 强迫我与她对视 那双往日里满是柔情的毛子 此刻却充满了不可置信 痛苦 无奈 许久之后 终于归于平静 江家嫡女 德性有失 姑会进攻向父皇说明 取消婚约 宫里的圣旨来得很快 不过续域之间 太子妃的人选 就换成了江云和 我不知道魏晶吉 是如何说服皇上的 但顺了我的意 我也无意得知 我爹倒是更加高兴了 江云和被寄到了我娘名下 从庶女摇身 已变成了嫡女 和退婚圣旨一起来的 还有一道赐婚圣旨 我被指给了孟九安为妻 所有人都以为 我定会悲痛欲绝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心中有多快活 如今我真的成了大富大贵命 又不用当个吉祥物太子妃 说不出的开心 唯一的变数就是孟九安 我倒是不反感嫁人 这样的背景下 女子不嫁人 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我倒是不知道 她愿不愿意娶我 我去找了孟九安 她似乎知道我会来 早早地煮了茶等我 相比魏晶吉来说 她的长相更加温润 眉眼如一副泼墨画 淡雅柔和 举手投足间都是温柔 我在她面前坐下 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她不羞也不恼 任由我看 我扑斥一声笑出声 乳娘让你来的 她挑了挑眉 有些惊讶 你认得我 我摇头 只不过见你们眼间 有些熟悉 恰好乳娘曾说 她儿子年龄与我相仿 正要进京赶考 便猜了出来 乳娘离开前 我曾和她说过 不愿入宫的事情 她大概知道我的计划 但不知道 我要换命一时 她将茶水放到我面前 又将我最爱的糕点 递到我手边 我娘说你这一步棋 走得太险了 魏晶吉 对我有几分感情 我若是不走这一步 兴许她就会用手段 让我为妾 若是我不出现 你岂不是会随便找个人 我笑了笑 那倒也不会 医馆里新来的小学徒 唇红齿白 孝顺乖巧 每天晚上都会从那条路经过 你不捡到我 捡到我的便是她了 我同她闲聊了几句 把话头转到了正式上 我来寻你 是问你可愿娶我 若是不愿 我自有法子助你脱身 她从怀里拿出一个锦盒 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看 里面是一个成色极好的玉琢 你同我来 我跟在她身后 到了院内 便看到笼子里关了一堆大雁 被人细心照料着 我家中贫穷 但三叔六里会准备齐全 只不过 我现在并无功名在身 可能腰委屈你一段时间 我这才认真地看向她 我的命格 孟九安并不知道我命格被换一世 我不介意 我娘曾照顾了你15年 都不曾介意过 更何况是我呢 云叔 命运是攥在自己手里的 我点了点头 往耳一笑 你说得对 我和孟九安的婚事 在家里人看来 到底是不光彩 再加上我现在没了婚约 我爹娘对我又恢复了冷淡 他们迫不及待地 将我嫁了出去 孟九安的聘礼 倒是给足了我体面 可我不打算便宜了姜家 便又带了回去 我坐在轿子里 悄无声息地嫁到了孟家 我倒是并不介意 之前的那些年 我每日都在想 为何儒母不是我的娘亲 如今倒也算得偿所愿 孟九安的家人 前些年染了十亿 全家仅剩她一人 乳娘如今远在江南 也不在京城中 我成婚后不久 姜云和也嫁给了魏晶吉 只不过那场面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盛大 听闻江云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在婚前就爬上了魏晶吉的床 她倒也没有拒绝 这样看来 两人倒是绝配 婚后不久 孟九安的考试 便出了结果 我虽然相信她 但到底还是有些紧张 早早就守在宫门口 等着电视的结果 只是不成想 在宫门口遇到了江云和 她如今贵为太子妃 又有了身孕 较之从前更加嚣张跋扈 跟在她身边伺候的 并不是春红 对此 我并不意外 当初她许诺春红 带她成了太子妃 便让她给太子暖床 春红竟也信了 一心为她做事 可江云和是何等狠毒的人 想来春红的坟头草 都已经几尺高了 陆是自己选的 怨不得别人 我不想跟她碰面 可她却故意在我面前耍威风 瞧 这不是本宫的姐姐吗 见了本宫 为何不贵 我向来不是委屈自己的人 太子妃和太子 不过都是 我扔掉不要的东西罢了 妹妹用着可还趁手 你竟敢如此编排 殿下和本宫 我抬起头无谓地看着她 如何 她突然捂着肚子 靠在不碾上 一脸委屈 殿下 你可算来了 我回头 便看到了魏晶级 几月未见 她受了血 目光和我在空中交汇时 她整个人一愣 而我只是淡淡地转开了目光 她走到我面前 语气有些急切 云书 我疏离地笑了笑 殿下慎言 江云和见她不曾搭理她 整个人都气得发抖 殿下 魏晶级这才分给她一个不耐烦的眼神 你不在东宫 到这里来干嘛 她咬着下唇 臣妾只是想来接您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 日后不必做这些无谓的事情 我懒得看他们两人 一转头 便看到了孟九安 我眼睛一亮 朝着她跑了过去 孟九安 她牢牢地接住了我 语气温柔 跑这么快 当心摔倒 怎么样怎么样 恭喜状元夫人 我这才注意到 她身后还跟了个上了年纪的公公 刚刚那句恭喜 正是她说的 我愣在原地 许久之后才反应过来 你中了状元 她点了点头 云书 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 我鼻子一酸 眼泪就落了下来 前十五年里 我深知自己的命运 唯恐给周围人带来灾祸和不幸 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我从未曾想过 有一天会有人告诉我 我会给别人带来福气 她替我擦干眼泪 别哭 我知道你在这里等我 一结束便出来找你了 这会儿我还得和福公公回去 玉香楼的雅间 我已经提前定了 你去吃点东西等我 我点了点头 走吧 我看着你 孟九安虽贵为状元 但封的官只是个汉林院修传 不过他是寒门贵子 身后吴世家大族 皇上对他用的放心 倒也颇为亲近 日子过得平淡但美满 但江云河那边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吴道子曾说 我的命格会在极机之后逐渐显现 这也是我迫不及待想要换命的原因 我很害怕给从小照顾我的乳娘 带来祸患 而现在 这些应验在了江云河身上 他的孩子没了 而皇后 在他没了孩子后 立刻往魏晶吉的宫里塞了几个娇妾美姬 魏晶吉这边也不安生 皇上交给他办的几件事情 他都出了纰漏 办得不尽如人意 皇上对他也生出了几分失望 他能当上太子 本就是因为有强大的母族 可皇后一族逐渐衰败 其他皇子虎视眈眈 想必他未来的路更难走了 更别说还有个帮到忙的江云河 讨厌的人越落魄 我越开心 更开心的是 我得给这局面添砖加瓦 否则怎么对得起这群人 于是 孟九安下朝回来时 就看到我坐在院里 笑得灿烂 何事笑得这么开心 我拽着他在我身边坐下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 孟九安 你可想升官发财 他故意叹了一口气 哀怨道 娘子这是嫌弃为父官小了呀 我捶了他一拳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他笑了笑 将我揽入怀中 云书 你放心 我现在虽然只是个修转 但我保证日后定会让你当上首府夫人 我反手搂住他的腰 我自然是相信夫君的 只不过 夫君不妨听我说说 他挑了挑眉 看向我 我张嘴 缓缓吐出一个马字 当初我回京不久 魏京急特地抽时间 教了我骑马 大概是觉得我从小 在寺庙长大 见识浅薄 且他有意在我面前表现 因此对我并不设防 可我却不是没脑子的人 很快 我便发现了马场的异常 那些马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更换 魏京急坐地隐蔽 可只要仔细观察 便能发现细微的差别 他的马场不大 所能容纳马匹 不过数百匹 可隔段时间便会更换 常年累月下来 数量巨大 他换的马 从何而来 被换的马又到了哪里去 若是我猜的没错 他在隐蔽的地方 四字换养战马 这可是大罪 虽不致死 但也能让他失去太子之位了 孟九安是个聪明人 自然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皱着眉 许久之后才出生 我知晓你聪慧 此事事关重大 须从长计议 你只管乖乖在家 等着我的消息 不可轻举妄动 我点了点头 朝堂诡诀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孟九安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 短短三个月 他就查出了一切 此事一出 全朝上下震惊 受牵连的 还有魏京级背后的母族 皇后一脉 他的外祖是郑国大将军 本该保家卫国 守护疆土 如今却私自豢养战马 皇权至上的时代 这种行为 无异于狠狠打了皇上一巴掌 没有哪个上位者 能忍受这样的背叛 尤其是被自己的枕边人 亲生儿子背叛 江云和还没得到这个消息 他大张旗鼓地回到了江家 还专门让人来孟家 请我一叙 我知道他的心思 无非是想在我面前炫耀 若是往常 我不会去 可今天不一样 我很期待他知道 太子倒台时的表情 我跟着他的人到了江府 自打我嫁出去后 便从未回来过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肮脏 腐臭 江云和浓重的装面下 仍旧掩盖不住那张疲惫的面容 我大啦啦的在椅子上坐下 我娘倒是惯会维护外人 她训斥我道 江云说 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了 我笑了笑 娘 一个庶女 难不成你还真把她当成你肚子里生出来的 她冷笑一声 在我心里 云和比我的亲生女儿都要亲 我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她被我顶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朝我扔过来一个茶杯 我侧身躲过 茶水滚烫 洒在地上还冒着热气 江云和俯着肚子 本宫肚里已有了小殿下 出了什么事 姐姐可担待不起 我挑了挑眉 看来妹夫挺行的 夜夜宠幸娇妾美肌 还能抽时间让妹妹怀孕 实在是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这是江云和心里的痛 她一听我说 便尖叫着出声 让几个婆子将我压住 要掌我的嘴 我双拳难敌四手 被按在椅子上动不了 婆子上前正要对我左右开弓 我娘站起来 看向江云和道 没教好她 是我的过错 不如让我来吧 江云和自然是硬了好 她自然喜欢看这种 母女反目成仇的局面 以此来展现自己的受宠 我娘来到我面前 眼神很利 当初你生下来 我就应该将你掐死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我直直地盯着她 我也很后悔 没有在刚回来的时候 就悄无声息地杀死你 她大怒 高高地扬起手 只是巴掌还未落下 孟九安便带人赶了过来 我看谁赶 有人给我撑腰 我立刻趁着那几个婆子 愣神间正脱开 朝她跑了过去 小嘴一撇到 他们欺负我 放心 为夫给你做主 江云和站起来 不过是个小小的汉林院修传 竟也敢在本太子妃面前 口出狂言 本宫今天就一起打了 又能如何 只是孟九安没给她机会 太子豢养战马七军网上 已被贬为庶人 押入刑部大牢等待候审 看来太子妃 哦 前太子妃的消息 还是不够灵通 江云和愣在原地 带反应过来 她大呼 不可能 我娘也不信 叫嚣着 让我爹来收拾我们俩 孟九安又给了她致命一击 将大人围观期间 逊思舞弊 利用植物之便中饱私囊 也已背下了刑部大牢 前太子妃 江夫人 前太子和江大人 正在牢里等着你们呢 她招了招手 大批训练有素的士兵 上前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 江云和这才相信 一切都是真的 我娘挣扎着看向我 云书 舅舅娘 舅舅娘 娘知道错了 她神色恳切 我挑了挑眉 好啊 等你砍头那日 我定会给您送一顿饱饭 让您吃了再上路 她被拖下去时 还在骂我白眼狼 江云和倒是没什么反应 估计是没反应过来 真是可怜 证据确凿 看起来倒也容易 我专门挑了个艳阳天 去牢里看他们 江云和当太子妃时 性格嚣张 得罪了不少人 因此不用我多加关照 她在牢狱中也过得不太好 她全然没了往日的风采 一双眼睛也满是惊恐 至于孩子 不过是她编出来 诶骗我的把戏 因此 那些狱卒对她并没有手下留情 她的身上满是鞭打过的伤痕 在看到我时 她立刻就冲了过来 江云和 你别嚣张 我是天生福星 定能逢凶化吉 等我出来了 我会把你狠狠踩在脚下 还是打得太轻了 我正要说话 便看到她右边的牢房里 关得正式未经纪 她眷恋地看向我 满眼深情 左边的牢房 是我那双自食恶果的父母 我笑起来 哎呀 都凑齐了 本想着要一个一个去看呢 这下好了 一次全看完了 正好 我也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 我清了清嗓子 其实 我是终生无福 死劫难逃的命格 我的话刚说完 江云和就尖叫出声 不可能 我将手指放在嘴边 嘘 我出声时 无道子便给我批命 她说 我是天生扫把星 可没想到我有个好爹 她稍稍一运作 我就成了天生福星了 更没想到 我的树妹 我指的指江云和 是大富大贵命 江云和满眼震惊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爹对着我破口大骂 既然知道你妹妹是大富大贵命 还不快将我们就出去 我故作惊讶地看向她 看来妹妹没告诉父亲 她已经和我换了命吗 我恶趣味地笑了笑 而我的爹娘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 如遭雷劈 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不感兴趣 我转过身正要离开 魏京急叫住了我 她嗓子有些哑 云书 如果我一开始就坚定地选择你 是不是就 我冷吃一生 魏京急 你永远也不会坚定地选择某个人 你只会坚定地选择权力 魏京急到底是被保了下来 皇上将他贬去了一个偏远贫穷的封地 永世不得入京 他的外族被清算 抄家的抄家 流放的流放 他的母后被废 从此清登古佛常办 江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爹这些年 利用手中全市做了不少上部的台面的事情 江云和也受了牵连 全家都被流放到西北苦寒之地 我因为从小在寺庙长大 不曾知晓 更不曾参与这些事情 因为逃过一劫 江云和被流放那日 恰逢孟九安升官 两队人马相遇 他蜷缩在牢笼中 双目无神 我和孟九安坐在马上 他从背后将我拥住 这场景 就像是当初我同他相见那日 后来 我听说他在路上被流民杀死了 只有我知道 那乃是什么流民 而是来给春红报仇的父母亲罢了 他的尸体被随意地抛在乱葬港 许是被野兽分石殆尽了吧 又一年的春日 我同孟九安下江南接乳娘 路过我曾经长大的寺庙 当年之事 已被孟九安查清 红衣的金像被砸了个粉碎 扔到了臭水沟 也算是圆了我当年的梦 山似桃花史盛开 景色到颇为美妙 只是门口有个要饭的叫花子 疯疯癫癫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嘴里不住地呢喃着道法自然几个字 和尚们把他撵开 过一会儿他又凑了上来 孟九安笑 当年的无道子 竟也落得这样的结局 我撇了偏嘴 你可怜他 他急忙摇头 我牵着孟九安的手 亏他是个修道之人 却不知天地万物 顺应自然 过多干预 如今落了这样的下场 也是活该 是是是 娘子说得对 我曾无比相信 命运天定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 命运是抓在自己手中的 行善积德 便可逆天改命 心思不纯 图谋骇人 必然会遭到反噬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